不再抓狂停电的晚上 你在身旁为我点亮一束光 心跳加速却仰眼神的碰撞 你的呼吸贴近我脸庞 有你热场快乐不打扬 无聊笑话给晚餐多加分糖 比漫画还要跟漫画的日常 欢喜悲伤不可生活的模样 小雨天因为你变得很特别 路边借来多少可怜 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出现 抱紧我转圈圈 小雨天因为你让我好想念 属于回忆的梦一篇 走在一阵阵凉起的那街 挽回整个世界 一阵阶段 i know you 你怎么回来了 我忘记拿资料了 顺便给你买了早餐 我 健身呢 那个人出现在你的世界才是意外 我不明白 为什么你就不能给自己一个 重新开始的机会 难道非得撞到南墙变成鳞伤之后 才肯回头吗 好 进来 顾总 这个是临盛先生帮您点的水果 还有零食 今天点的吗 不是 前几天 临盛先生为您预定了 易发购的包年服务 按时按点为您提供 专属零食和水果 并制定出了整整一年的便利贴留言 也是 辛苦你了 你不下去吧 我一定好好工作 我们下次再见 进来 郭总 这个是昨天的报表 好 今天盛总会来吗 没有来 正好要跟你说 盛总之前 让我把这个 企业宣传方案交给你 这些照片 什么时候拍的 这些啊 都是盛总亲自拍的 而且盛总啊 还特意交代我们 千万别让您知道 怕影响您的工作 好 我知道了 等我敲听好内容 再跟你说 好的 您先忙 好 我先说 不得了 我感觉我们能不能 把这些资料撤 我们在这儿 如果我们把这些资料撤 就是交代我们 我们不得了 你们又要把这些资料撤 我们不得了 那我们就在这儿 我们在这儿 我们有点好 我们有点好 还有我 我们有点好 我们有点好 那是当然 合作愉快 请问林总 听说Newway在新的项目上 已经取得融资 这是真的吗 没错 在Newway还没有公布的一个项目上 低轮融资就达到了十亿 当中包括物流 地产 互联网等数百兼容付出 Newway新项目将会促进各况发展 而且我有绝对的信心 让股东们得到丰厚的汇报 新项目 想你了 安心 你怎么来了 想你我就来了 我给你带了便当 要不要看看 你做我这么可爱我都舍不得吃了 你以后要是表现得好呢 我就给你奖励 因为我有独家秘籍 要不愿意 从哪儿寻的 小时候我跟我哥就是做这个互相奖励 那我以后天天都要吃这个 天天吃了有什么特别啊 我明明没有放醋 但是有的人呢 好像还吃了非醋 为什么呢 不要不开心啊 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 五届家务留仓凌霄计划 看起来好高级好便捷 她就是我成立牛尾的初衷 我一直希望有朝一日 可以用真正的客气 便捷人们的生活和出现 你这个想法好棒 这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梦想 但如今它又发布了 我却有点紧张和不安 林月 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 为之奋斗的目标的 而你找到了目标在奋斗 而且做得这么的好 你就是幸运心本心啊 所以呢 你什么都不要想 大胆地做就好了 大不了我养你 那我就靠你养我了 好 林总 您看一下这个 我们故事集团正在重新考量 B2C自已 同时我们也在重塑我们的 物流自建价值进程中 我们以国内的多家知名企业 形成了独家战略合作 率先在国内注册 运行我们的物质家物流舱业 提出的安行计划 将引领电商时代的新格 这个安行计划 无论是从营销手段 还是主要技术 都过我们的零销计划 如出一者了 零销计划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大部分的投资商都已经开了撤资了 召开紧急会议 启动一级预计方案 顾总 安行计划发布以后 故事股票强势飙升 收盘涨超百分之二十 咱们驿站也能跟着获益 它已经下了一个险棋了 就看接下来的成效 能不能带到密切 截止昨天到今天 我们已经亏损了两个亿 我们旗下的公司 二十多家面临倒闭 目前形势比较紧张 这是我们的股票 从二零一五年到现在的 最低低估计 刚接到大量分销商的大规模推单 包括王总在内 有很多投资方选择了撤资 连续集团的股价 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集团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人都来了 看样子大事不妙啊 是啊 那一夜之间 投资方撤资到十几个夜了 现在股价暴起 太可怕了 作为公司的实际管理者 这次是用引针对 零销计划的错误判断 可风险管理不大 至公司出业重大损失 经集团董事会决定 暂时扯销你牛尾的管理权 从公司长远的发展角度考虑 而不得已做出个据题 会后股东会有权限制 你公司的邮箱 服务器权限 出物权限 和工作内的移动数据 牛尾还没有到 无力回签的地方 你们就让我舍弃牛尾自封 这是老爷子的指定吗 不 这是我们整个董事会的原因 而且我们是经过严格的风险评 我们一直认为这是目前 将你风险的最好办法 林总 舍小才能保全大局 不要因为一个六位 伤害到整个集团的利益 宝宝 安新 安新 你快过来看 又怎么了 很加爱的又被黑了 这次是 你加爱的 这到底是谁干的 你先别着急啊 我先登一个小号 给你下场反击 這麼多的攻擊一片一片回是回不了的 反而還會引起更大的負面影響 現在最重要的是 先找到黑子的源頭和目的 那源頭搞不好就是 就是故事唄 畢竟現在林家倒台 他們是最大的受益方 我們先回公司吧 林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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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了 辛苦了 你又等我到這麼晚啊 好幾天都沒看到你了 想等你一起睡 對不起啊 我最近太忙了 最近公司是出什麼事情了嗎 沒有 我就是太忙了 真的沒有嗎 你都瘦了一圈了 放心吧 真的沒事 那你去泡個澡吧 早點睡 好 那源頭搞不好就是 就是故事唄 畢竟現在林家倒台 他們是最大的受益方 好 就在我們經常見的那家 候鳥咖啡廳 好 到時候見 我們 很久沒有約出來見面了 哥 你真的在攻擊牛尾嗎 你是為了她才出來見我的 說實話是的 我是很想搞垮牛尾 如果不是她的話 現在站在你身邊的人是我 為什麼要這麼做啊 為什麼 為什麼你覺得我不會這麼做 因為我相信你不是這種 不擇手段的人 是嗎 我相信你 你不認真 做得很難 我還想要你回來我身邊 好嗎 林月已經撐不了多久了 我會給你你想要的一切 哥 這是兩碼事 林月她就算是一無所有 我還是會一直陪著她的 我只想你 你也不想 你也不想 我都想你 我最亲近的亲人 我的哥哥 只有此 不要再跟李乐斗了 严谦 落字无回 敏玥现在的局面 只能怪他自己判断失误 怪不得别人 既然如此 我希望你不要意气用事 最后变成一个 连自己都不认识的 我走了 所以不管这个人伤害你多少次 只要他需要你 你就会不顾一切地跑过去是吗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也需要你 对不起啊哥 我现在有点蒙 我们都冷静一下吧 为什么总是要让我离开我爱的人 我不能给你幸福啊 我也警告你 安心是我的你 我来负责 我来负责 明月 你以为现在的局面 完全是一场优胜劣汰的结果 我知道你说了不好说 但我万万没想到 你会让安心出来跟我谈 安心真的去场里了 不用跟我装傻 明月 我会用我全部的力量来对付你 你赢不了 我是顾安心的哥哥 我是顾安心的哥哥 你要解释什么 解释你怎么在我两个妹妹之间 摇摆不定吗 哥 走 你呗 这位林总 口口声声说要进来 是无中生友 还是欲盖迷章的自己心情方 你再让他受伤一次 我会把他抢回来 下面到了此次电商分会的高潮 让我们请出刚刚推出 安心计划的顾氏集团CEO 顾安生先生 为我们介绍这个计划 请训练 谢谢 词尔 相信已经在各大媒体上看到了 有关我们安心计划的一切 关于这个项目的优势和特点 我就不在此追溯 我现在能说的只是 留给大家的投资空间 已经不大了 很快 故事集團就會成為 國內電商品牌裡 最大的公司 吐從好大的口氣啊 林玉 他怎麼來了 看他不像一回顯然樣子 他有什麼反轉 小顧總 果然和故事集團 一貫以來沉悶的風格大響靜聽 佩服 別擔心 我今天來 是覺得紐衛的創新理念 和故事5G物流倉規劃如出一程 我們紐衛 將會全力支持故事集團的安行計劃 並展開線上和線下的全方位合作 請問林總 你的意思是 紐衛會放棄自己正在開發的5G加項目 而投資故事旗下的同類型項目嗎 之前傳聞說 紐衛會起訴故事 因為故事的安行計劃 是一些侵權到紐衛的未公佈項目 那些都是傳聞而已 你們媒體應該最簡單 你們記住 在市場上 沒有永遠的敵人 我非常看好故事的安行計劃 你我也會全力支持 連臨時幾年開上的項目 肯定前途無量 不過如果想想做個輸入的話 一定要將會比方 林玥 你又在玩什麼花樣 問玩花樣 顧總才是高手吧 既然失敗了 體面立場不好嗎 你這個樣子 不會搞得你自己很難堪嗎 最終的結果都還沒出來 顧總就宣布自己是勝利者 這未免也太早了 難不稱你還有什麼 可以立馬過敗的方法 你怎麼知道我不能 況且 即使劉衛敗了 也是光明雷落 而你 只不過是巧莉名目 更名喚醒而已 搶先發佈本屬於 劉衛的零消計劃 就連關鍵技術的合作方 都一模一樣 搶在劉衛技術發佈之前 做這些事情 顧總的確考慮周全 保持微笑 眾多媒體拍著呢 放心 只要有和我合作的意向 大把人會相信你的故事 搶 這個詞更適合林總你了 別以為沒什麼事 你領越搶不走的 如果當初我 先對安心表達心意 你覺得你還有機會嗎 你根本就沒有資格提安心 如果你覺得安心對你的拒絕 是因為你晚來了一步多 那你也太付出安心了 你根本就不配用作的 從今天開始 不管是事業還是感情 我都不會因為遲來一步白眼 屬於我的 我會一天一天打回來 那你得加快速度吧 否則 接下來的一切 你不一定能承受得及 奉陪到底啊 劉總 就沒什麼要跟我解釋 當初您跟我提案這個 5G加5流倉的時候 您好像沒跟我說 這是新的項目 林總 您為什麼不直接跟媒體說 故事偷漏我們的計劃呢 我們還沒有宣布過這個計劃 官司會很難打 故事還沒有進入融資 就算做出了它的侵權 也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打擊 那看來您是已經知道 該怎樣進行實質性的打擊了 你還記得負責 零消計劃高頻段通信技術的 選費科技嗎 記得 當時我們想出高價購買他們的技術 但是一直都沒有貪脫 沒錯 他之所以一直不肯把技術賣給我 是因為他根本就沒有打算買 他是一個把自己技術產權 看得很重的人 絕對不會賣給任何人 所以 故事不可能這麼快地說服 對方並且啟動方案 除非 顧安生不知道這項技術屬於雪菲 對 劉總想要在短時間內 促出愛情計劃 就一定要向顧安生 隱瞞雪菲的情況 林玥威脅不了我們 你只需要去迎接 將來後的回報就好了嗎 我們故事集團 只不過想穩求發展 不想四處疏敵 更不想引火收身啊 顧總 我保證 故事集團一定是最大的贏家 現在牛未出面支持 肯定會引起雪菲的關注 雪菲用專利去起訴故事集團 說他們盜取商業機密 到那時候 到那時候 故事不想被做空都能了 與其人之道還吃其人之身 我只是不想再讓他有還手的機會 顧總 電商峰會後呢 我們受到了很多投資商的 恰恰印象 他們都希望和我們合作 這麼快 他們都是看到了 安行計劃的前進 好 你也安排一下吧 我親自見 好的 你還能問嗎 拜拜 借過 被探訓了 將妳知道 還可惰 就出来了 网上还出现了相关的铁证 感觉是一个有预谋的连锁行为 技术侵权 怎么会这个样子 按照计划推行 不应该出问题太对啊 刘总现在在哪 我们一直联系不到他 投资人在会议室闹着要撤资 可是这笔钱已经投入生产了 现在怎么办啊 等我到了再说吧 我现在就来 凭借安行计划 一日风风的故事计划 今天因技术设计造假 故事跌停 并因接连报处欺诈消费者 货源把关漏洞 质量和安全隐善问题陷入危机 顾总 释放公司拿出相关资料指数 安行计划存在大量的技术盗取 还指控故事集团 表现他们的创意 你可以回答一下 是怎么一回事吗 故事集团的股价 从今天早上开始 就产生了大幅度的缩水 这是否意味着故事集团 将从这次的危机中 难以抽身呢 那投资者投入的那些钱 怎么办呢 是啊 顾总 顾总 你回答一下 顾总 顾市集团 顾市集团有收到律师涵吗 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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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回答一下 顾总 顾市集团人家如何绵配 我哥呢 媒体记者跟投资方 多为在公司门口 要求顾市赔偿他们的投资 现在 顾总只能住在酒店里 没到他公开露面 那不可以 顾总 我可以知道 不能拍照 不能拍照 顾市集团没有多数 不能拍照 请您回答一下 顾市集团 顾市那边已经连续 跌停了五个工作日 是否需要继续跟进 继续 明白 走啦 吃饭 走 吃饭 下 下 交给你了啊 对对对 走 走 怎么了 又有什么东西没带啊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找你当然有事 故事故事跌停 怎么 这么大的事情 你跟连约天天在一起 你要假装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 林月他最近很忙 我好几天都没有见到他了 什么个情况 因为出手彻底打击故事 我哥现在身受重创 每天就像个行尸走肉一样 连家都不能回 故事也快完了 怎么样 开心了吗 你的复仇目的达到了 你满意了吗 什么叫复仇目的 这件事情我说过了 我不知道 你少装好人了 如果不是你 我哥会和林月 闹成今天这个样子吗 如果不是你拒绝我哥 他会拼死拼活地 去和林月竞争吗 这全部的一切 都是拜你所赐了 顾安心我奋劝你一句 不要因为一个人的感情 而影响两家企业 故事一夜之间 蒸发了多少失职 多少人的努力和汗水 全部付诸东流 你不配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 急通 请烧火灯火 哥 你怎么样了 看到以后给我回电话 我去 现在怎么办 故事集团的人追着我到处跑 连躲的地方都没有 老板让你出去避避风头 当初不是说这是一块大蛋糕吗 怎么搞成这样 的确是块大蛋糕 但是 也要慢慢吃才不会被噎着 刘总 你太心急了 老板 下一步怎么办 本来想利用顾安生 托你为汗水 没想到这林月不上当 反而将故事集团搞垮了 但也不算是毫无收获 你不要放松 继续听见 明白 回来了 这段时间太忙了 都没怎么回家 你不会怪我吧 这段时间怎么会这么忙啊 这段时间怎么会这么忙啊 公司有什么事情吗 还行吧 差不多都忙完了 那你的林霄计划呢 现在怎么样 挺好的 进展还算顺利 没了 怎么了 到现在你还要瞒着我 顾心二来找我了 要不是因为他告诉我 我都不知道你们现在这么强 这是商场上查我的竞争 事情不是你想那么简单 可是你可以告诉我 我不想让你担心吗 我可以为你担心 我愿意为你担心 如果每一次你的无助 你的困难 我都要从第二个人的嘴里知道 那我是你的什么 因为这一次站在对面的是 顾安生 我就知道你在意的是这个 我怎么能不在意啊 我怎么能不在意啊 对于你现在质问我 对于你开始坦固他 我怎么能不在意 顾安生这是自作自受 是他来先惹我的 林月 我觉得这个中间 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啊 凭我跟他认识相处这么多年 是 你们相处这么多年 是 是我比不了 所以你觉得我问你这些 是为了维护他 难道不是吗 你不就是听信了别人的话 才心疼他吗 如果我们两个相处了这么久 到现在我们中间 还隔着一个别人 你对我一点信任 都没有的话 那我们没什么好聊的 你要这么想 我无话可说 除了 二十二 三 三 三 六 三 三 三 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故事集团现在股票跌停了 投资方也纷纷撤资 公司资产贬值百分之四十左右 我们离做空故事的计划 已经不远了 从来都是患者 跟医生约时间都约不到 没见过你们这么一家的 你还有林月 拖到现在才过来 要不是因为交了钱 我是不会来的 你呀 就是赤裸裸地秀恩爱 秀什么恩爱 他都好几天没回家了 吵架了 没吵架 只是他太忙了 你怎么会有这个医院的资料档啊 玛丽亚第一院 我当时实习的第一家医院 后来我走了之后 留下了很多文件夹 问这干嘛 就是很多年前 我的亲子鉴定是这个医院做的 但是我觉得鉴定有问题 鉴定有问题 怎么可能 你说说看 哪个无量医生 看看我认不认识 我之前的时候还真的打听过 是血液科的专家 血液科的专家不会是 江涛吧 对就是江涛 是江涛 可能啊 他是我最优秀的专业导师和人生导师 从业三十年经验丰富 可能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或者说你记错了 我其实也是在想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虽然过去的事情是应该放下了 但是我妈妈还是因为这个离开了 所以我还是想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样吧 你把具体信息和当时检测的具体时间告诉我 我去给你替老师问 可以吗 可以啊 这个事情真的对我很重要 如果可以的话真的谢谢你 行 我有结果的话我们打电话 湘姐 小湘 再来看江医生啊 那个江医生查访去了 你去办公室坐一会儿吧 来 行 后面去了 去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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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小子 什么份把你吹过来了 我妈替朋友问诊 然后顺路给您带的好吃 算你有良心 知道我耗这个 老师 您之前是不是一直都在 玛丽亚第一院工作呀 是啊 只不过在那儿不是 遇上你小子了吧 当年那批实习征 你是最有天赋的 也是最肯吃苦的人 都是您教得好 老师 我今天呢 受人之托 有些事 想要问你 你说 我有一个朋友 叫顾安心 他之前呢 在您这儿做了一个亲子鉴定 但是 他觉得搞错了 所以想问您 有没有什么印象 顾安心 对 一般的来说 如果有什么 误诊的情况呀 我都会做记录 顾安心 好像没什么印象 好 那 那您要是想起来的话 就跟我说一声 因为这个事 对他来说 很重要 好的 那 老师我先走了 我去 我去 你粉丝都破万了 是什么让我这个经纪人上场啊 只要人都拍 这个 这个就是漫画的魅力 我看这是贤内主的魅力 他可不这么觉得 你俩还吵架呢 怎么了 萧医生 上次 你说DNA鉴定的事 我继续跟进了一下 发现了一些疑问 是你当初受伤的同学吗 对 他叫余果 这是什么意思啊 余果的受伤原因 难道不是因为高处坠落吗 有一部分外伤原因 但是 导致患者残疾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在血液中 检测到了阿卜作伦 才导致患者手臂出现了 严重的神经损伤 那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我的老师江道 撞开了余果的病例报告 我不太明白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跟他无冤无仇的 我也想不明白 所以我找到这份病例报告的时候 我就偷偷去了我老师的办公室 他又为患者录音的习惯 找到了这份 关于余果病例报告的录音文件 江医生 余果的事情你必须关我 不行 伪造不安心亲子见你的事情 你也有份 那是由你逼我的 龟宾姐弟 是你的失职 报告的话 报告你是知道的 只要你报告这一次 顾安心的事情 不会让她 石沉大喊 小红 都是一家人 不用那么客气的 你妈妈是我的好朋友 你现在这样我也有责任 你责过我很正常 是 杨洪当时和江涛老师 一起在血液科任职 她知道江涛老师 是你亲自鉴定负责人 她就偷偷地 把血液样本调了包 就是那一份有问题的亲自鉴定 我妈妈最后才会变成那个样子 杨洪的父亲 是江涛的导师 当时雨果出世的时候 正好赶上江涛老师 升任副主任医师 杨洪就拿着 当年亲自鉴定的过错 和升职的事情 一起来要挟她 江涛就篡改了雨果的病理报告 把她参集的原因 全推到楼梯的事故上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太太 安欣小姐找您 安欣来了 你让她进来吧 好 安欣来了 好久不见了 阿姨都想你了 快进来坐吧 弘奕 今天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 主要是想向您来求证几个事情 什么事 当年的江医生 你记得吗 江医生 我很早就认识了 但是很久没联系了 她当年给我做的DNA检测报告 出了问题 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检测报告有问题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相信我妈妈 她不会做对不起爸爸的事 但如果检测报告是错的话 就说明肯定是有人伪造了鉴定报告 或者是调换了宋姐的血液样本 这件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 这件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 安欣啊 听阿姨一句劝 谁没有年轻过 谁没有犯过错 是啊 上一辈人的事情 为何要纠缠到我们这辈呢 你爸爸就是嘴巴倦 她心里可惦着你了 自从你妈妈去世之后 我跟她都希望把你当成 自己的亲生女儿看待 把什么好的都给你 希望你过得好 红衣 这些年你对我的好 我都知道 包括那会儿在上学的时候 馨儿在学校对我的好 我也都记得 对了 红衣 你还记得余果吗 没什么印象 她是谁啊 当年发生事故的人 我的同学 自从上一次她出现在 顾家宴会之后又消失 我就找了当年的同学 做了一些调查 有的同学在手机里 找到了视频证据 可以证明我与当年的那场事故 没有关系 有了新的证据固然是好的 但是我一直相信 当时是无心之过 不过 这些事情也过去太久了 你别总揪着不放 凡事都要向前看嘛 过去的事情都弄不明白 怎么向前看啊 阿姨不是这个意思 你看你现在跟林月发展得 挺不错的 当然你跟林月谈恋爱 是你们自己的自由 我们无权干涉 不过 看在你跟新儿青童姐妹的份上 能不能不要太为难她 当然 你有什么事 我还是会帮忙的 阿姨还是很喜欢你的 还是会帮你的 一个女孩子在外面 但是 不容易 阿姨您放心好了 我跟林月会好好的 慢 阿姨 那天说起 临时一段回忆的痕迹 缘分离起 念念不忘的过去有了回忆 心 突然烂了频率 且 有一大手拥抱你 明明越来越在意 抛幸福的铅笔 反正都是你 我们的故事 刚刚开始 思念却已经无法停止 教训回到你身边的笔址 我们的故事 刚刚开始 也用尽最美丽的形容词 也还不够描述你的名字 我们的故事 只有彼此 手心握紧未来的钥匙 用爱轻轻转动 打开一生一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